面对全国三级警戒,我们停课不停学 基隆市政府跟我们基隆有线电视特别合作 提供教学的随选影片,即日起正式上假牢 来服务居家的基隆乡亲 这是一种更方便的远距教学 民众只要利用双相机上和首页下方的地方专区 选当地新闻基隆市 点进去按OK就可以选择空中母语教室 基隆部落大学等等影片集 再按右键就可以随意来选择影片观赏 非常的方便 我们也增加这个随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从6月1号开始呢 在中加吉隆的这样的一个有线公司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随选的系统就开始启用 那这个随选的系统也就是包括 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幼儿园 或者是到我们的社大 或者到我们的长青学院的学生呢 都可以随时的去选用他们想要这个上课的内容 那这个部分呢包括我们的空中母语教室 还有我们的这个部落大学堂 那另外呢也让我们的孩子包括很多 我们的这个体势能生活原意 还有包括艺文音乐以及电影欣赏 那这些呢在我们这个学选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呢 都可以来挑选你想要学习的内容 那我们也欢迎爸爸妈妈跟着孩子一起利用有线电视这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频道 那也可以在基隆的这个选选的频道里面呢 去挑选要陪同我们的小朋友来上课的内容 而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长辈非常关心的市长防疫记者会 在有线电视第三频道公用频道下午一点晚上七点晚上的九点半都会来播出 用大荧幕来看比较不上眼 那我们跟中加集隆有线公司呢 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公用频道 也就是第三频道 那来做一个合作 那包括我们的这些不管是记者会的疫情公布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学生上课的课程呢 我们都会在这个公用频道呢 都有这个播出 另外国中小的线上课程可以转到121台公示三台收看 课程时间可以到电子节目表去查阅哦 记者黄日生记用报道